直升机执行空中吊挂救援 底下一名流星女灯山客 衰落边坡 身体多处骨折 继续送医 空勤救难人员踩掉蓝方式 将受伤的女山友救援上机 直升机在飞往台中 降落清泉钢机场 救护车把人 后送台中荣总治疗 但这次的救援任务 要上山救人的消防队员 得经过郡大林道1.8K处 这里已经受到地震 及豪雨影响而摊放 救难人员 救人也面临极大风险 进行吐石松落 造成郡大林道1.8K处 道路探防 那原本可以驱车 前往33K处的 究竟的救援 变成没办法来执行 那造成我们同仁 要从0K处 徒步前往救援 造成救援时效的拉长 原来林庆山友等 八人组成的登山队伍 在4月20号 花莲大地震后的十几天 就从瑞穗入山 走南三段 本来预计4月28号 由信义郡大林道下山 大地震后又有上千次的余震 4月26号 他们经过武双温泉附近 其中一名57岁流行女山友 衰落边坡 身体多处骨折 幸好隔天中午 天后状况转好 直升机能够执行吊挂任务 及时将它送医治疗 近期地震及豪雨不断 呼应进行 暂时不要从事登山活动 南三段是百越纵走的四大障碍路线之一 它更是深入中央山脉偏远山区 天数最多 路程最遥远 行程最艰困的路段 被不少山友称为终极纵走路线 而4月3号花莲大地震过后 山上土石松洞 这时上山不只相对危险 万一发生意外 救难人员还得顶着遭遇落实的风险救人 南投县消防局说光是26号一天 南三段就发生了两起登山意外 因此建议主管机关 是否能暂停南二段南三段山域活动申请 否则他们只戴着一顶头盔上山救人 终究挡不了可能随时掉落的石头雨 TVBS新闻陈叔贤红彩轮 南投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